來 這個是我跟蔡依萱一起想到的 她是想要做鋪感器 然後我們就是要做一個工具盒 然後呢 裡面就是 會有一些燈泡加熱棒保溫箱 那 就是需要電腦板跟那個貨沖板 還有一些排水這些工具 那我們的話就是軟體用到的是 Scratch 以前 BOMO 跟 這個PPT是要給孩子做簡報用的 因為他們過程中會有紀錄 那會有分組 然後他們做程式設計 以及用輸入錄單來做一個觀察紀錄 然後能夠希望朋友有一些努力這樣子 那接下來最重要的 這個程式還在努力中 那剛才也求助了一些老師 那就是看看等一下結束之前 我們能不能趕快把作業完成這樣 大概就這樣子 看起來很好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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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四個心得是 我覺得說那個文聖老師 他用很深入淺出的一些方法 來帶我們 其實我一直常常參加這種類似的演習 那都還是一直一知半解 那今天的話就是老師是用有系統的方式 所以呢我就是有一點點就是 感覺自己功力有增加 所以是非常感謝這樣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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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非常感謝 謝謝